下一題 兩千公斤的貨車水平度上你這個前進煞車兩秒停下來 就是沒有告訴你A你要想辦法去求A 第一題他就問你加速度 別人考試不見得會直接問你加速度 他就直接跳第二小儀就直接問你幾牛頓了 而且過程中你要需要會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我們上一張學的內容 Delta T Delta V 加速度Delta T Delta V 一代進去做 零秒的時候是十五兩秒要是零 所以答案負七這個負七負是什麼意思 方向相反 這個負號代表方向 表示方向相反 他如果只問大小就只要寫七點五就好了 然後咧就可以求啦 那有了A就可以求牛頓啊 就等於剛才的直接代公式求啊 F的MMA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問我力量就是F的MMA 有質量嗎 有A嗎 剛才算出來了 帶進去 答案呢 負一望五千 這個負號也是一樣 這個負號也是一樣 代表方向 因為他只問大小 這負號就不用寫了 因為他只問大小 所以負號就不用寫了 這負號代表是方向 可以嗎 可以 OK吧 OK 好來 這個 車子 888888 可以多少 可以多少 學測考內題啊 試問你的車子有載動多少 來 多少 多少 多少咧 多少咧 沒有直接告訴我加速度 請用三張的做法求出加速度 然後帶帶到F的MMA裡面求 可愛 大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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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帥哥叫三二 三二 我沒有空氣泡水 炒飯 我沒有 兩千喔 你說兩千嗎 請坐 你答一下兩千 F的MMA 要求F 必須要知道A 怎麼求A 上一張交過的ΔT ΔV 計時開始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2 0秒的時候要30 10秒的時候要變成10 所以算出來是要-2 -2 -一樣代表方向 大小就是2 所以呢 往裡面帶 算出來就負兩千 答案是算出來負兩千 為什麼我寫兩千 因為他只問大小 那個負代表的叫做方向 可以喔 很好 這個咧 剛才是用文字敘述告訴你條件 現在是畫一張圖來告訴你條件 0秒的時候是2 8秒就是4 然後咧 就請問你他的外力是多少 這也叫做代公式球 可是你要球A 圖上面告訴你 這是用圖形來告訴你數字的 停車戰界問 停車戰界問 這個可愛小女生 珠兒 你們還有15號嗎 有 認真的 多少 你選豬 你選豬 你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兒 前面的練習是用文字告訴你數字 現在圖形告訴你數字 意思一樣 AVDM需要球A A要帶原來的上張學過的叫做DTDV 或者我們教的直線球 加速度 兩點 第一條直線 找到兩點 計時開始 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 2 帶進去 帶進去 0秒的時候2 分數秒的時候4 所以呢 答案就是4分之1 8分之2 然後呢 帶FDM 這是好困難的數學啊 所以0.025牛頓 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二種提醒 我沒有告訴你加速度 請你用速度去求出加速度再帶回FDM 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二種提醒 可以嗎 可以